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读了感应篇前面四句的总纲 就正如司马光所说的 你留财富给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得住 你留书本给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得住 最好的呢 是积德 借贡累得 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国报 这是真正明了感应之道 才能够说得出来 佛告诉我 父子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乃至于 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总不外 四种缘 报恩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如果不是这四种缘分 纵然相遇也不相识 我们所谓 我们所谓是陌生人 我们所谓是陌生人 一定要小的断我修缠 断我修缠 他骗我的 偷盗我的 虐夺我的 他为什么不去欺骗别人 不去掠夺别人 别人过去身中跟他没有这个缘吗 换一句话说 我们在过去身中 曾经偷过他的 曾经盗过他的 曾经掠夺过他的 今天遇到了 英年相遇了 还是用这些方法他拿回去了 正好我们还债 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 于一切众生 借善缘 不借我缘 纵遇到物严 绝不放在心里 古人讲 人这无敌 一个仁慈的 有爱心的 有慈悲心的 他一生一世 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 这个话怎么说呢 冤家对头当然有 他心里头确实没有 心地清净自卑 纵然是冤家对头 他也是真诚地爱护他 见到人有困难的时候 决定热心地帮助他 没有嫌弃 这样做人 后福就大了 纵然我们秦一生没有修福 佛很波 如果一生能够相信感念的道理 一教奉行 你做得很认真 做得很努力 在这一生当中佛报就显起了 我的一生 同修们都很清楚 前世修慧不修福 所以有一点慧没有福 生活 物质生活 非常困难 我过过很长的苦日子 别人受不了的 我都经历过 我都经历过 可是随着年龄呢 年龄越长了 好像佛报也增长了 这不是前世修的 这也是世修的 这是诸位都亲眼看到的 万年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很顺心 都很自在 都很自在 这个是 我给大家了 做正传 佛家讲的三传法轮 我跟大家做证明 只要认真 多修上 只要以真诚 清净平等的爱心 对一切众生 不分 冤情 一律平等 我没有求佛报 佛报自然也行 没有求寿命 寿命自然也长 这些 这些是不是我需求的呢 不是的 我并不想 常住这个世界呢 一切 遵从佛菩萨的教诲 随云都实 佛门 佛门里面 我也不需求 名为 也不需求长寿 一夜无所求啊 这个日子 怎么会不自在 一些好心的人 对我的生活很关怀 常常常来问候 那我就随便罢了啊 所以一定要声明 报应的理论 正于四十真相 下面 第三段经文 这个第三段 这个第三小段 在全文里面 这属于第二大段 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所讲的 是天神 见察 世纪 前面这一句啊 这是总书 是以天地 有思过之神 一人所犯轻重 一朵人算 所以天地 有天神 有鬼神 天神 鬼神里面 有这么一类 专门做调查工作 这个思过之神呢 这个思过之神呢 就是做检查工作的这些人 他们 常常 在世间观察了 诸位要知道了 天神 天神跟鬼神 佛在经上讲 都有五通 他这个五通是报得的 除了 除了漏尽通 他们有 天眼 天耳 他心 虚命 神族 他们通通都居足 所以 地神的 这个通的力量 比不上天神 当然天神这个能力 又比不上 这个修行正果之人 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 他那个能力啊 足够了 我们齐心动念呢 他都知道啊 都有当案记载啊 死了以后 必定受审判 这个审判的事情 往后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会讲的很多 我们的造责 不但是行为 行为就很严重了 齐心动念 都是造责 所以明白这些四是真相 我们就有 就这个威心呢 就起来了 威心是 恐怖握爆 一起握力 做握死 将来握爆 绝定他不过 所谓是天王灰灰 苏耳不露啊 这个道理与事实 现代人知道少了 没有善根 没有福德的人 你跟他讲 他说这是迷信 他说这是神话 他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果报现情 后悔莫及 他不能相信 这是乙 贪嗔吃慢乙 这是重大的烦恼 窗带 掌握你的智慧 使你造作无量无边的罪欲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是华严经上讲的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就有两个鬼神跟着你 一生不会离开 这两个神在肩膀上 我们自己不能觉察 人家也看不见 一个叫同僧 一个叫同名 这两个天人 也是算天神 他一生检查我们 日夜都不离爱 我们人见不到他 这两个神 佛经上也有别名 叫他做善我同子 这一个神呢 看你一生行善 另外一个神的时候 看你一生走 你能逃得掉吗 没有办法避免 这佛在华严经上说的 大臣经上讲的 善我二部同死 就是华严经上讲的 同生同名 我们学佛 幸福太难了 我曾经跟诸位 报告过 我出家 出家年年了 在收戒 收了戒之后 到台中 去看李老师 李老师一见面就执着 你要幸福 我也愣住了 我学佛七年出家 出家就教佛学院 就讲经了 我这个讲经教学 是出家了一天开始 已经讲了两年经了 李老师一见面的时候 执着我叫我幸福 然后跟我解释 有很多出家人到老死 七八十岁还不幸福 这个我才明了 什么叫幸福呢 佛所有的教诲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奉行 叫幸福 你不明白这些道理 你没有做到 无信 我们这才明了 真的 多少人一生 穿着这一套衣服 住在寺庙里面 不幸福 没有真正 一教奉行 出家人如是 在家人也如是 所以幸 里面决定有愿 有行 如果没有愿 没有行 那不叫幸 幸福 幸福里面 必定居足了 结 行 真 信 结 行 真 是 是对于 佛所说的理论 方法境界 明了通达 行是要把它落实 正就是其儒 你才得真实受益 佛法里面讲的 得真实的利益 所以 佛的言语 正如 世尊 在金刚经里面 所说的 真于者 真决定不加 实于者 实是决定不虚 如于者 决定于四时相应 不增不解 叫如于 不狂于者 决定不欺骗众生 不义于者 决定不说 牡临两口的话 似是而非的话 佛不说 佛说的话 非常肯定 那么佛给我们讲 我们一个人 我们一个人一生 这两个天人 善我同子 日夜跟随人 一分一秒钟 都没有离开过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如果你常常能想到 善我而不同子 在我身边 我们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佛怎么能不谨慎 佛这个话 绝定不是假话 绝定不是欺瞰我们的话 众生 无时接来 累积的烦恼习气 非常深重 在古时候 父母教导 老师教导 朋友劝导 所以有很好的修学环境 我们的物业少 善业比较多 现在我们的处境不一样 旧的文化 旧的传统 现在人不要 不相信 所以父母也不会教你 老师也不理会这些 于是 我们这一生当中 随身烦恼 随身习气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他怎么会不多落 怎么会不受天地归神的惩罚呢 个人如此 家庭如此 世界也如此 终于看看 现在一些书店出版的这些预言 很多啊 我是很少逛书店了 许多同学买来 给我看 我现在也不要看了 说诗 这是1999年 2000年 是世界末日 这个世间人造作罪业太多了 上帝发脾气 要惩罚世人 那么这个讲法 也符合感应的道理吗 为什么世间人都造窝 没人教啊 为什么 为什么没人教呢 佛菩萨大慈大悲 为什么不降生在世间教导我们呢 世间人不肯接受 所以才有这个大劫难 昨天 有一个居士来看我 问我 这个劫难呢 能不能避免 我说老实话 很难避免 避免的理论方法 决定是有 但是没有法子落实 谁能够改过自信 谁能够放弃自己的利益 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 如果不肯放弃自私自利 依旧做一些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这个劫难 就没有法子避免了 所以 懂得这个四十真相 天地有四国之神 这个我们只介绍了 两位呀 华言经上讲的 同僧同名 两位 除这两位之外 这个天地鬼神 见察世间 记录人的善悟 这一类的鬼神 数量 无计其数 各种宗教里面 都讲 都有记载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能满得过谁呀 一定要自己懂得 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习气 改过自心 努力修善 我们不求这一生的果报 求来生 来生有大福报 来生必定向上提升的 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 想想我们自己存心 我们自己言语 除世待人借污 够不够资格 到极乐世界去 然后就晓得 我们念佛 往生 有没有把握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